我現在會先由眼妝開始 我會先塗上眼影 就會令到眼影上色一點 眼窩位置 其實這類型的艷細妝 有沒有主要用什麼顏色為主呢 其實啡色色或粉紅色色都可以 不過我今天會塗上一個粉紅色的 橙紅色的眼影 化在眼尾的位置 加強整個眼睛的輪廓 就要塗在下眼的位置做連貫 挺好的 Amber自己也懂得化妝 還有要熟手 對 還有說到重點 對 化臥蠶一定要笑著化 你才可以看到這個陰影的位置 你才可以把臥蠶畫得大一點 但是千萬不要化下眼泡這個位置 因為如果不是你就會 因為這個位置一定要凸 所以我們要用一些乾的顏色去塗 塗完這個 我就會用一個金黃色的 Bling Bling Eyeshadow 去塗上眼的中間 那你就可以凸顯眼睛 化妝在輪廓上面會否要精緻一點 還是其實沒有所謂 可以不用 其實沒有 如果你雙眼皮不夠 你就貼飯 所有東西都是慢慢加 然後我再塗下眼肚 還有眼頭 我覺得它這一種是 顏色版本的 Smookie Eyes 也是 而且淺色 Smookie Eyes可能是深色為主 沒錯 Smookie Eyes 其實是比較著重上眼皮 但我這個妝容是比較著重下眼皮 把這個妝容在遮瑕眼圈方面 省了很多時間 嗯 之後我就會用一個 黑色的 膠的眼線筆去畫 Gel 對 用黑色的眼線筆 給人感覺是會酷一點 所以我就 會用黑色 眼線呢 我就會在這個眼眉對落的位置畫 我會用黑色的眼線筆去畫 微微向上揚 即是長度是平衡眼眉 對 但是不會畫一條全條的眼線 我會畫三分之一外眼線 然後慢慢收進去 因為這個妝容 其實也不會想遮太多雙眼皮 嗯 所以裡面就要 先畫這個內眼線 然後我就塗這個面膠 會不會黏眼睫毛 還是就這樣塗已經夠了 我會黏的 因為它很注重眼睫毛的妝感 所以上下都會黏 然後現在我就攪拌我的眉 嗯 先掃一下它 因為我本身呢 重點是怎樣的呢 粗點是怎樣的 儘量自然 還有這裡會有一點點零角位 會讓人感覺會再酷一點 不過我還是會跟隨自己的眉形去畫的 我這裡會勾下來 我會塗一個橙紅色的唇膏 不要跟眼睫毛做一個膚型 嗯 你看到上去其實是很紅的 它不太啡 嗯 嗯 好 好,妝容已經完成了 是不是 是呀 好,先試一下 哦 哦 很難化,很難包含 對,我覺得本身的樣子 要有些甜美才能化這個厭世妝 所以我本身已經給我害很張的地人了 哈哈 BeeBee Channel